关于两岸政策能否持续 企业大佬们当然都很关心 行政院长江一华今天率领财经部会阁员 跟工商协进会举行早餐会 在这次的时候江一华说 台湾的景气已经逐渐的好转 不过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 一直卡在立法院 江一华强调六月中下旬的临时会 会把示范区条例草案当成优先法案 希望在野党能够重新思考 眼光不要那么封闭 一早出席工商协进会举办的早餐会 行政院长江一华率领财经部会首长 来听取工商大佬们的意见 会前他先端出近期台湾景气复苏的好成绩 景气灯号连三个月绿灯 失业率降到4%以下 台股站稳9000点 但他话锋一转 对于民进党批评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 还扬言立运临时会将是一场激烈战斗 江一华呼吁要反对党重新思考 眼光不要再那么封闭 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的通过 当成是我们行政院的优先法案 我们尤其也希望在野党能够重新思考 这个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前途 自为重大的一个新制度的创建 不要再以负面的以及有限的封闭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这样一个重大的金鉴的决定 院长直接放话呛下 工商大佬也复义 认为如果台湾要走出去 就不能再锁国 工商协计会理事长洛锦明也强调 两国签署经贸协定 一定有取也有舍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你要用什么去换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 我们现在有开始走向好一点 但是不够 因为其他的四小龙三小龙了 因为我们快啊 你今天韩国输出去的到美国 到中国大陆 他没有税了 我们还要互税 眼前服貌还有争议 去番区特别条理草案卡关已久 工商街到老药政府加油 多双向沟通 否则台湾落后的距离 只会越来越大 鱼电TV委员秋夕已看到